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去看过龙舟比赛 粽子龙舟吃圆满 端午吃不还要赛龙舟 但是我们从来没赛过 有时候学校组织一些活动可能都忘了 主要就是吃粽子 然后北京的粽子是白粽子 还有放枣的 还有甜的 对吧 还有白粽子切片蘸糖的 因为我奶奶是浙江人 所以我家小时候也经常在家里边吃肉粽子 两种我都挺喜欢的 小的时候最喜欢端午节 大人会给小孩系上那个小踩绳 小挂架 那种小孩最喜欢的 然后缠了那个绳子之后 一定要有雨水的时候 要把那个踩绳冲走 提到端午节 想到的就是吃粽子 我是陕西人嘛 记忆当中就是可能 还会有那种香囊一样的东西吧 我那时候老爷姥姥 他们舅舅他们做一桌子菜 中国传统节日嘛 家人们能在一起团聚一下 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这种意识感吧 我们武汉很有名的东湖 大家会在湖面上赛龙舟 我记忆当中端午 除了粽子以外 我们会配上咸鸭蛋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 每一年的端午节的早上 爸妈妈妈都会煮好 红色的鸡蛋来为我们吃 前两天我专门问了一下我爸爸 他说是一种趋利逼害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地方也有 我只是在山西 吃到过红色的鸡蛋 因为我的家乡在山东 我印象小时候就是早上妈妈会很早 就是拿这个艾叶煮这个茶叶蛋嘛 还会煮那个艾叶水 给我抹在这个眼睛上 屈纹明目 因为现在工作的原因 就是大家团聚的日子很少 所以一到这些节日的时候 就会想到儿时的话 就觉得那时候的时光很难得很难忘 尾逢佳节背思亲 小时候比较笨手笨脚的 主要还是妈妈包 我会帮她缠那个绳子 我会缠它 对 把那个叶子洗一洗这样 就是参与进来 你会觉得很美好 很有意义 因为现在我们粽子 还是大家都会买了嘛 但是家里老人真的是 从来都不买 就会包 小的时候 跟奶奶一起学包粽子 但是形状还是没有奶奶包得好 练过几个但是忘了 我还得回去再了解一下 我姥姥会教我 那个时候去包包我妈 教我第一个沙漏行就堵住 我亲手做过 这还我亲手真做过 但做得不是很好啊 粽子香 香厨房 艾叶香 香满堂 桃枝插在大门上 出门一望麦而黄 五月五是端午 小朋友们来跳舞 吃粽子 赛龙粥 大家一起过端午 祝大家端午安康 端午安康 祝大家端午安康 端午安康